这小子上一秒还在屋顶抓猫 下一秒就掉进了女澡堂 双方对视过后 女孩慌忙遮住腹部的印记 男孩自知大事不妙 便开始赞美女孩 他把人家最为神圣的地方夸了个遍 女孩顿时就火冒三丈 将他打入地牢 男孩叫路克斯 五年前驾驶一台黑色机甲 凭借一招名为暴时的绝技 在一夜之间击败帝国1200名机甲后 被人们誉为黑色英雄 现如今被当成色狼带去接受校长的审议 女生们都一致认为路克斯是趁其是团不散 才敢做出这种痴汗行为 校长明白路克斯身为救国王子 不会做出这种出格的事 并为他的无辜做担保 校长告诉路克斯 这是一所女子学院 自从政变以来 男性基隆就变得稀缺 像路克斯这样的属于国宝纪 并邀请路克斯留在这里工作 可就在这时 大门被一把推开 一个金发妹闯了进来 路克斯也回想起此人正是被他看光的那个女孩 校长也只好让受害者来决定如何惩罚路克斯 妹子听后嘴角上扬 她要和路克斯一决胜负 此话一出 女生们纷纷起哄 只要是男人就统统干掉 这时 校长不懈地说道 她在王都竞赛中至今无败 以罪弱无败而出名 金发妹心想一个变态男能有多大的能耐 她将刀刃指向路克斯 并向她下达了挑战书 路克斯这才知道她是新王国的公主立夏 是整个学院中最强的存在 同未输给任何理 与此同时 路克斯的妹妹带着闺蜜纹身感 她让女孩坐下来说话 女孩去广市如果坐下来的话 就会被你用姑息把裙子掀起来 这让路克斯很容易 画面一转 格斗场的周围已经展开了保护屏障 新国王公主跟旧国王王子的鸡龙对抗 正式开始 路克斯召唤出飞翔鸡龙 使用的是帝国最普通的鸡角 而对方竟然召唤出神装鸡龙 是古代稀有的兵器 与飞翔鸡龙的力量有着天囊之别 只有实力超群的人才能驾驭 一边是至今无败 率先发起了进攻 而路克斯并没有把她的攻击放在眼里 因为她每次比赛都能依靠独立攻击 从而在规定时间内跟对方打成平手 丽夏为了不浪费时间 使出了自己的大招 她本以为就这样结束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路克斯竟然凭借剑术就能挡住丽夏的攻击 还不忘调戏一番 这也彻底激怒了丽夏 拿出了压箱里的装备 可她还是小怕了路克斯 曾经百发百中的绝技也没能击中对方 丽夏也见识到最弱无败的称号 并不是浪费虚拟 为了尊敬对方的身手 她将机甲净化成神装 使出了一招天生 能在特定范围内操纵重力的能力 虽然威力很大 但也极度消耗体力 机甲也进入了冷却状态 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嘶吼声 屏障也随之消失 一只幻神兽闯进来 老式见状迅速恢复了屏障 下一秒就被幻神兽击火 向丽夏发起了攻击 幸好路克斯及时出现 帮丽夏挡下了伤害 面对眼前的怪物 路克斯也自知 单套飞翔机龙式无法打败他 他希望丽夏能够从后面发起狙击 为了给丽夏制造输出环境 路克斯故意让敌人击中 从而使对方露出破绽 丽夏趁走机会 完成了最后的收尾 路克斯也因此身受重伤 当他从昏迷中醒来后 丽夏正端着洗脸盆走了过来 虽然他不明白路克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他终究是保护了自己 丽夏也因此放下了戒心 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丽夏之所以不要求路克斯决斗 是因为路克斯看了他腹部的印记 这是女孩第一次约会 忘穿内衣也就算了 居然连钱包都忘带了 本想请人家吃饭 结果还得靠男主破费 而男主穷到只能买着请完头 自从路克就下公主后 就得到了学院的认可 成为了学院里唯一的男同学 他不仅保守女生们的亲爱 还遇到了自己的青梅竹马 他是校长的妹妹 原来路克之所以会在小飞的房间过夜 是校长特意安排的 妹妹告诉路克 男孩子在外面也要保护好自己 于是路克在沙发上渡过了一晚 当路克从噩梦中醒来时 警报声也随之响起 一只大型幻神兽出现在西南方的位置 目前新王国的警队队已经前去逃亡 但由于人手不够的原因 学院派出了所有的学员 丽夏在告别路克之后 也参与了这次的行动 只见一只看似幽灵的怪物出现在眼前 就在丽夏准备进攻时 突然传来一阵阵吹笛声 怪物也随之分裂 发生了爆炸 瞬间孵化出成千上万的石像鬼 这时 一名机甲男冲到了最前面 他本是新王国的警备队长 却已就帝国团长的身份 来到了丽夏面前 并承认自己背叛了新王国 还扬言要把新王国重归于帝国 随着一声令下 石像鬼向他们发起了进攻 虽然丽夏驾驭的是神装激龙 可在这种情况下 双拳也难敌四手 便派人回去传信 陆克在得知情况后 也辞职大事不妙 便决定前去支援丽夏 另一边 丽夏在用完天生之后 便开始体力不支 队友也纷纷撤离了战场 当吹笛声再次响起时 丽夏并没有选择撤离 而是留下来继续战斗 但他的下场也可想得知 还没等丽夏反应过来 又被机甲男从侧面偷袭 与此同时 陆克正在赶来的路上 他希望丽夏能够再坚持一回 而机甲男 正义不服逼近公主 男人故意揭开公主的伤疤 还来了一句别紧张 你身上的印记正是我亲自落下的 公主眼含泪水 回忆起曾经那段屈辱的往事 灵灵叛徒就在眼前 可他却无能为力 眼看公主就要被残忍杀害时 陆克斯及时赶到 替公主挡下了伤害 虽然他曾经输掉了一切 而如今他想拯救新王国 拿出了自己的满级大号 当七黑神装再次出现在男人面前时 公主简直不敢置信 虽然宝剑久未出窍 但依旧锋利无比 只见天空闪过一道道火花 那便是敌人的归宿 谁也没能想到 五年前仅凭一己之力 就击败帝国1200名机甲的黑色英雄 居然是救帝国的七皇子路克斯 男人不明白他身为王族的幸存者 为何要站在新王国那边 然而回应他的 却是陆克斯的一招暴食 当一道道光芒划过男人的机甲后 男人瞬间化为虚无 陆克斯也迎来了他的入学 作为学院唯一的男同学 待遇自然是非同寻常 校长还特意为陆克斯举办了一场夺军大战 他宣布在一个小时内 谁能拿到陆克斯的伪托书 谁就可以独享陆克斯一周 随着校长的一生命下 游戏正式开始 陆克斯刚把自己藏起来 就遇到了公主殿下 他让陆克斯别担心 安心地躲在这里 并表示自己只想了解黑色英雄的故事 谁知陆克斯刚放下警惕心 就被公主操控机械手臂抓了起来 果然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不能相信 陆克斯也明白自己上当了 在陆克斯落地的一瞬间 直接选择了逃跑 好不容易找个草屠躲起来 又遇到了小飞 他嘴上说着不会伤害陆克斯 结果反手就是一个琴拿 接着又来了一招前胸贴后背 将陆克斯的委托书给逼了出来 幸好陆克斯眼疾手快 拿起委托书就赶紧开溜 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 刚躲进一个角落里 就传来了女孩子的声音 原来他躲进了一更衣室 这要是被人发现 肯定会把他当做偷窥狂处理 结果怕什么来什么 小陆本想不来拿点东西 却意外发现了陆克斯 他不但没有把他揪出来 还帮陆克斯支开了所有的女生 并表示游戏时间已过 就不必继续隐藏 于是让陆克斯把委托书给他瞧瞧 当小陆接过委托书过后 陆克斯这才明白自己已经上当 原来是小陆在石中上做了手酒 陆克斯也因此输掉了游戏 第二天一早 小陆就当着全校女生的面 直接来了一招借位 让女生们都误认为他们在接吻 紧接着 两人右手挽手走在一起 他要向全校宣布他们的恋情 然而这么高调并不是什么好事 当两人路过一个巷子时 忽然遭到了偷袭 原来是一群绑俩 他们表示想扶命就得乖乖听话 而小陆心里早已有了计划 他让陆克斯先拖住敌人 从而获得召唤鸡龙的时间 不过就凭这些人 陆克斯都无需召唤鸡龙 就能轻松应对 此时的小陆已经召唤出反复内的神装 使出了一招绝技 才会睿智 在一定的距离内 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接着就是一枪一个小朋友 结束了战斗 这时 立下冒了出来 他表示自己才不会在意你们的关系 更不会跟踪你们 随后众人来到了小陆家做客 这时 巴尔泽走了过来 他表示小陆是自己的未婚妻 原来小陆之所以会跟陆克斯假扮成恋人 就是为了逃避家族的婚约 在巴尔泽得知陆克斯的身份后 他先是羞辱了陆克斯一番 然后再向陆克斯提出决斗 他本是帝国最弱的王子 在一夜之间击败帝国1200名计较后 彻底推翻了帝国 在新王国成立以来 还没有人敢去讨伐中烟神兽 因为它是一季中最强的存在 而如今被实化的中烟神兽已经苏醒 新王国也不得不提前做好应战的准备 但以国军目前的实力 是无法战胜中烟神兽 这时 巴尔家族战不出 他表示如此重任就有权而效劳了 与此同时 学院的校长也展开了会议 他打开了一个盒子 据说这就是通往一进最深入的钥匙 说完便把钥匙交给陆克斯保管 第二天一早 长官就召集了所有的学员 他要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 有请巴尔家族的犬子巴尔泽登场 他是这次作战的特别参与者 也是一个狂妄出大的家 无时无刻都在炫耀自己的实力 从而使得所有人都讨厌他 刚抵达一记所在的位置 小路便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 队友也几分起后 用雷达测出了幻神兽的位置 然而这并不是普通的幻神兽 而是一只强大的地狱魔 随着一声嘶吼 一个妹子差点就落地成泽 幸好陆克斯即使挡在前面 众人也纷纷向地狱魔发起了进攻 但由于他的速度非常之快 立下也无法瞄准 小路趁机使出了一招财富睿智 能够预知对方的身位 击中了地狱魔 这时 巴尔泽不懈地说道 这只是一只小怪而已 劝大家不必惊慌 并邀请路克斯跟他比赛 看看谁能先打倒神兽 如果路克斯赢了 那就取消之前约定好的决斗 而路克斯并不想登陆大号 暴露自己的身份 还好小路冲了过来 帮路克斯警卫 狡猾的巴尔泽故意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从而偷走小路的力量 当小路再次面对神兽时 很显然已经无法击中神兽 因为他的财货睿智已经被偷走 还差点被神兽反杀 而巴尔泽的神装技能 跟塞拉斯很相似 他用偷来的财货睿智 一斧头就斩杀了地狱魔 还扬言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随着地狱魔的暴力 小路也出现了暴走 只见遗迹的周围 散发出一道道耀眼的光芒 等路克斯再次醒来 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技之中 女孩被逼在角落瑟瑟发短 男人刚准备动粗时 一把宝剑突然从天而降 男人叫巴尔泽 两年前毕业于基隆史军官学校 拥有王国霸者之称 他所驾驭的神装基隆也是相当变态 在一定的范围内 他能偷取任何一人的神装技能 而小路对巴尔泽的实力毫无了解 被偷走神装技能的他 就像个带宰的羔羊 巴尔泽在打败小路之后 也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之前偷袭小路的道德 正是巴尔泽指使的 其目的就是为了事先了解小路的神装 巴尔泽也不是真的想跟小路结婚 只是把他当成道具而已 因为小路并非现代人类 而是遗迹中的幸存者 他的身体才是遗迹中的钥匙 这也是巴尔泽接近小路的目的 他告诉小路 就算你知道真相又如何 这世上没有人会帮你 结果话音刚落 一把宝剑从天而降 面对路克斯的漆黑神装 巴尔泽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因为他可以利用小路的神装采过睿智 从而看穿路克斯的行动 不过路克斯作为最强机龙使用者 当然也能试破对方的神装技能 为了偷取路克斯的暴石绝技 巴尔泽直接对小路通下杀手 当路克斯前来副驾驶 巴尔泽也趁机偷取到暴石的绝技 从而对路克斯进行反击 使用了一招偷来的暴石 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并扬言黑色英雄也不过如此 通常狂妄自大的家伙 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 巴尔泽殊不知路克斯还有一招隐藏技能 此时的小路已经暖脸泪水 七日的恋情已经结束 他不希望路克斯为自己而战 而路克斯怎么可能会扔下自己的女人步 举起大刀就冲了过去 使出了一招隐藏技能 强制超越 谁能想到没了神装的路克斯 还留有一手强制超越 能在短时间内将力量存积到极限 然后再一口气释放出一把双刃剑 这是路克斯为了追求超长的力量 而独创的一种奥运 女孩正在问男孩 初吻是什么感觉 接着就将小嘴凑了上去 这一幕刚好被丽夏所看见 而小路认为这还不够 又上演了一次 女孩完事后 还不忘回味一下 丽夏终于忍不住了 直接破门而入 第二天一早 学院里就传来有变态狂出货的消息 为了抓捕变态狂 路克斯成了最佳人群 于是将她打扮成妹子去引诱变态狂 刚坐下来就察觉到草丛有动静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个妹子正在跟猫说话 刚准备上前搭讪 不料变态狂竟出现在身后 直接掏出一把小刀 一旁的妹子迅速做出回应 并表示现在投降的话 就饶她一命 变态狂见证 先是扔下一颗烟雾弹 接着又来了一番暗器 路克斯及时替妹子躺下 变态狂也趁机逃走 随后两人来到了医务室 妹子并不知道路克斯是男儿生 他让路克斯脱掉衣服 接受他的治疗 路克斯灵机一动 他竟然背向着妹子 总算是逃过一劫 当妹子问起路克斯的肌肉 为何会如此结实的时候 路克斯也只能笑而不语 当两人再次见面时 妹子一心只想将路克斯赶出学院 她叫塞丽丝 是学院骑士团团长 因讨厌男性而闻名 但实际上她只是不擅长跟男性说话 所以塞丽丝并非真的讨厌男性 就在两人还在为此事争吵时 一旁的校长坐不住了 她表示路克斯的去留 就用决斗来决定吧 其实塞丽丝并不是真心想跟路克斯决斗 也不是真心想把路克斯赶出学院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好路克斯 而真正想把路克斯赶出学院的人 正是塞丽丝的手下小桑 其目的后续在讲 小桑为了赶走路克斯 她故意叫路克斯去给塞丽丝按摩 当路克斯走进房间时 瞬间就傻眼了 因为在大家眼里 塞丽丝最讨厌的就是男人 路克斯也察觉到不对劲 便再次换上了女装 也就相识的身份出现在塞丽丝面前 可把塞丽丝高兴坏了 作为学院骑士团团长 她是孤独的 才会无聊到跟猫说话 女人第一次登陆自己的大号 她表示这样才有安全感 因讨厌男人而闻名的她 绝对不允许学院有男人的存在 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巅峰对决 面对学院内最强的女人 路克斯依旧选择了登陆小号 这让一旁的观众感到很疑惑 双方交战的同时 丽丝的手下小桑被抓了个现行 间谍的身份暴露 小桑也不在伪装 露出了真面目 并扬言要将学院所有的人赶尽杀绝 另一边 丽丝为了紧快结束战斗 直接开启了自己的大招 路克斯的机甲很快就出现了暴露 在丽丝坦来 路克斯已经失去了作战的能力 而丽丝殊不知路克斯还有一手强制超越 丽丝见此情况 赶紧使出自己的终极技能 支配者神域 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高速传送 从而达到顺移的能力 就在丽丝准备抛出绝技时 地面突然开始震动 无数只触手从地面破头而出 这个看似章鱼的怪物 正是苏醒后的中烟神兽 此时的丽丝不顾他人的劝力 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 先是利用支配者神域来躲避对方的攻击 接着又使出了自己的大招星光爆破 对章鱼怪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 战斗才刚刚结束 叛徒小桑冒了出来 不懈地说道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丽丝这才发现他已经叛逼 这时 一阵阵吹笛声传来 此人正是操控神兽的孩子 他用吹笛声再次复活了章鱼怪 而小桑这个心机表 趁两人不注意时 竟然发起了偷袭 幸好路克斯护驾及时 小桑眼看偷袭未来 便说出了路克斯的祖父 正是利丝害死的 此话一出 利丝瞬间就陷入了苏队队 被小桑一枪击中 当利丝醒来后 他向路克斯说出了实情 原来利丝在年幼时 偶然间得知了帝国腐败的事情 并将此事告知了维德老师 也就是路克斯的祖父 在维德老师将此事向帝国禁言后 就被关进了死亡 从而导致路克斯整个家族 被赶出了皇宫 他本以为路克斯会因此征奋自己 然而路克斯并没有 只见他亮出自己的大号 并将他男扮女装的事 也告诉了利丝 说完便启动了外挂 当弃配的神中基隆再次出现时 利丝简直不敢相信 路克斯竟然就是黑色英雄 而此时的小桑还不知死亡 万作是我非消灭他不可 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 并表示没有人能够打败中烟神兽 他殊不知此时的路克斯 已经进入了开挂的状态 他所用的每个技能都可以无限的 在坎掉张一怪所有的触手后 只见人剑合一 贯穿张一怪的身体 刚苏醒的中烟神兽就这样查为与子 幕后黑手海茨也现出了原形 当他摘下一帽时 路克斯才发现他并不是自己的哥 他让路克斯仔细回忆 五年前岛上发生过的悲剧 说完便扬长而去 关于五年前岛上所发生的事情 路克斯虽然有着模糊的记忆 但根本想不起这座岛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悲剧 更可怕的是 中烟神兽之所以会出现在岛上 这跟学员的校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是男主第三次开挂 直接使用了一手无限连的绝技 在砍掉张一怪所有的触手后 只见人剑合一 贯穿张一怪的身体 刚苏醒的中烟神兽就这样长眠于子 现如今作为看门的中烟神兽已被打倒 通往一记的入口也随之打开 在众人进去之后 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于是大家决定分开行动 小飞在进入一记后 似乎出现了身体不适 路克斯也只好抱着他继续前行 随后来到了一个帽子绿光的地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容器 原来这里就是神场坏神兽的地方 另一边 海茨再次吹动了手中的鼻子 小飞立刻就有了反应 他表示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话音刚落 地面突然闪过一道黑影 一只地狱魔冲了过来 攻击的速度非常之快 而路克斯只想保护好众人 并没有主动出击 被地狱魔一口咬住 还好只是一只机械壁 随着一声爆炸 地狱魔也趁机逃走 这时 队友传来的情报 说外面还有两只幻神兽 徘徊在一记中 路克斯见此情况 立马请求校长终止调查 却遭到了拒绝 而校长之所以会这么做 也是有难言的苦衷 这时 小飞站了出来 为了阻止幻神兽危害到人类 便匆忙离开 这可把路克斯给击坏了 赶紧登上大号 迅速追了过去 在小飞的带领下 两人直接通过传送门 来到了外面 刚出来的路克斯 就被坏神兽所盯上 幸好小飞及时发现了坏神兽 使出了一招龙咬腹锁 能在特定的范围内 将对方捆住 不过并没有什么伤害 自己反对坏神兽击中 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这也彻底激怒了路克斯 立马使出了自己的绝技 随着爆炸声响起 路克斯急忙卸下机甲 来到了小飞被击落的位置 此时刺激 他终于想起了 陈锋银酒的记忆 原来在救帝国时代 人们为了研发新技术 从而对人体进行各种实验 而路克斯在五年前也来过此 当他找到小飞时 他正处于高烧状态 嘴里不停地说着 幻神兽就在附近 路克斯却表示幻神兽已经证网 而他殊不知小飞就是幻神兽 他们曾经是青梅竹马 在路克斯最困难的时候 是小飞拯救了他 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现如今男孩正被他狠狠地掐住 谁能想到一向温顺的小飞 竟然会做出如此举动 伴随着路克斯的呼喊声 小飞突然醒了过来 接着又晕倒在地 还没等路克斯搞清楚状况 海茨冒了出来 说出了当年的事情 原来小飞就是当年的实验品之一 被海茨植入中烟神兽的种子后 就寿命于他 但由于小飞多次违抗命运 所以他一直都保受着地狱般的折磨 如果继续违抗下去 将会化为灰烬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小飞 路克斯却无能为力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此人正是路克斯的哥哥 他将如何解救小飞的方法 告诉了路克斯 而这个方法不仅要破坏脚敌 还要打倒作为母体的中烟神兽 于是第二天一早 大家再次进入一季之中 而小路本身就是一季中的管理者 所以他能轻而易举地将门打开 当众人进入之后 海茨也随之出现 只见他将脚敌高高举起 随着一声令下 一只人形中烟神兽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就是中烟神兽的母体 而路克斯一开始是故意让中烟神兽获得强化 并利用这股力量从而进行反击 中烟神兽被打倒之后 小飞的身体已经挥处如初 新王国也迎来了建国典 陛下本想借此机会跟路克斯约会 却不好意思开口 而一旁的小路就很直接 这时 丽丝也站了出来 为了跟路克斯增进友谊 他也想跟路克斯约会 从未见过这么奇葩的约会 正当两人准备牵手时 女孩不慎跌倒 娇羞地说着 你能不能把手放开 路克斯这才反应过来 而这一路刚好被自己的妹妹所看见 她表示下一场约会的时间就要到了 路克斯也只好赶往下一场约会 两人刚见面就跳起了小舞 说着我不爱听的情话 吹着我不爱吹的冷风 我可以吵起来吗 接着就是第三场约会 刚见面就差点把路克斯的鼻血给整了出来 随后两人来到了一所教堂 果然还是小飞最体贴 她让路克斯躺在自己的怀里睡大觉 并没有进一步发展 这把躲在一旁的校长给急换了 当路克斯准备回去睡觉时 忽然有一个人叫住了她 原来是丽夏早已在自导过多时 她不明白路克斯为啥不跟自己约会 不过还没等路克斯回答 她就打断了路克斯 因为她还有一事相求 丽夏希望路克斯能够当自己的骑士 无论这件事有多么困难 她都希望路克斯可以考虑一下 约会结束后 又来了一个黑发妹 她叫叶架 是导火的公主 被帝国打败之后 就一直效忠于帝国 初次见面就把路克斯当作自己的主人 并向路克斯表达了复兴帝国的愿望 不仅如此 她还让路克斯发誓 一定要毁灭新王国 重新夺回阿塔比亚帝国 而路克斯并没有这个打算 于是当面拒绝了叶架 路克斯的回答让叶架起了杀星 只见他45度仰望天空 在拔剑的同时 利斯打了过来 并让路克斯先退下 而叶架作为导博最强鸡龙使 其实力跟路克斯不相上下 人称帝国的凶刃 他使用的神装鸡龙叫叶刀神 在一定的范围内 能够控制他人的神装机甲 但面对多人围攻的情况下 他都丝毫不慌 小飞率先发起进攻 利用钢绳缠住叶架 却反被叶架操控他的机甲 向队友发起了攻击 接着就是众人的机甲 都出现了不受控制的情况 不过叶架并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 并表示自己的忠心是不会变的 说完便平宫消失 他是导博最强鸡龙使 其实力跟路克斯故乡上下 人称帝国的凶刃 在确认路克斯就是自己的主人后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一走 新王国的宰相召见了路克斯 据说在一个荒废的村庄里 暗藏着上百只幻神兽 如果不能在叛军进攻之前歼灭他 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宰相决定让路克斯来当幼儿 将所有的幻神兽引出村庄 而路克斯由于上次使用新技能过后 就产生了副作用 目前所驾驭巴哈姆特的时间只有12分钟 所以他只能靠小号去完成任务 当路克斯到他村庄时 就遭到了一顿火力压制 原来是叛徒小桑早就等在这里 随着脚笛声响起 潜伏已久的幻神兽瞬间就有了反应 向路克斯发起了进攻 在干掉几支过后 路克斯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带着一群密密麻麻的幻神兽 朝国军的方向赶去 长官剑撞便亲自前来迎接 并让路克斯暂且休息一下 结果不到一会的功夫 整个基地就遭遇了突袭 路克斯赶紧出去查看情况 逢士兵口中得知 原来是叛军趁他们在消灭幻神兽的时候 忽然袭击了他们 与此同时 学院里也得知了西北部的防卫线已被突破 正朝着他们这里进攻 而路克斯正在与叛军战斗 定眼一看 此人正是之前的机甲 他表示王都很快就要沦向 自己也即将登上就帝国的宝座 路克斯见此人已经无要可救 便向他发起了进攻 机甲男很疑惑地说道 机甲男话音刚落 地面就开始震动 一只巨型怪物引引出现 这就是第五一季中的巨兵 而背后操控的人 正是心狠手辣的海滋 巨兵的出现 让路克斯陷入了两难 他不仅要对付叛军 还要去王都跟巨兵对抗 单靠飞翔基隆是不可能做得到 而巴哈姆特驾驭的时间只有12分钟 路克斯该如何做出决策呢 一脚下去天崩地裂 胳膊一抬无人生怀 这就是第五一季 俗称巨兵 现在正一步步逼近王都 路克斯也不得不拔剑 朝着王都的方向赶去 而身后的叛军死咬着路克斯不放 因为他知道路克斯的身体 只能驾驭巴哈姆特12分钟 现如今可驾驭的时间快到 机甲男嚣张地向路克斯发起了进攻 面对昔日的黑色英雄也毫不畏惧 选择了跟路克斯硬刚 在两人交战的过程中 路克斯被机甲男砍掉了手臂 当机甲男看到散落的零件时 瞬间就傻眼了 因为这胳膊根本就不是巴哈姆特 路克斯也不装了 直接登陆自己的大号 原来路克斯在出行任务之前 就让立下把自己的小号尾装成大号 这才有了刚才的那一幕 被戏耍后的机甲男恼羞成怒 再次朝路克斯冲了过去 瞬间就化成了一条火焰 另一边 随着开门声响起 叛徒小桑来到了牢房 并吩咐两名手下扒掉公主的衣服 而立下公主之所以会沦落至此 还得从全龙站说起 当时双方的实力正处于军事的状态 胜负还不好说 比赛到了尾声时 公主的机甲突然试破 冒出诡异的绿光 竟然朝着观众戏开始射击 幸好小路及时出手 还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公主就这样被送进了牢房 而这一切正是小桑的阴谋 当邪恶之手要触碰到公主时 墙壁被利润划开 正义虽然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路克斯就像战神一样的存在 此时的小桑还不作淡定 其实心里害怕极了 两名手下估计都被吓尿了 路克斯赶紧上前安慰公主 路克斯的一番话 让公主重拾信心 与此同时 新王国的机甲兵已经全军覆没 就在海次得意忘形时 巨兵突然遭到了攻击 原来是小路赶过来 巨兵刚要抬手瞄准时 小飞及时出现 一根钢绳从天而降 暂时捆住了巨兵 不过就凭他们俩的实力 是无法阻止巨兵的前进 这时 利下赶了过来 使用了一招天生 只可惜这样的伤害根本威胁不到巨兵 路克斯握住利下的小手 他打算用自己的暴食技能 来强化利下的天生 从而使得伤害最大化 谁来救救这位公主 男人已经伸出魔爪 当邪恶之手要触碰到公主时 强必被利刃划开 正义虽然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此时的小丧还故作淡定 其实心里害怕极了 跑得比兔子还快 路克斯救出公主后 两人联手对抗巨兵 使出了一招组合技能 巨兵也因此受到了重创 这把海瓷气得咬牙切齿 只见一道红光滑过 整个城市瞬间一分为二 这就是海瓷的神装基隆尼的霍格 此时的海瓷已经彻底疯狂 向利下公主发起了进攻 两人交战的同时 路克斯则趁机前往空之势 却在途中遇到叶甲 此人在为帝国效劳时 曾单独一人就干掉了中烟神兽 人称帝国的凶人 其实力跟路克斯不相上下 凭借一招奇迹的技能 将路克斯逼上绝境 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毫无人性的怪物 当路克斯提到自己的理想 就跟他弟弟一样时 叶甲瞬间就慌了神 被路克斯趁机打败 原来路克斯无论是长相还是发色 都像极了叶甲死去的地理 就连两人的理想都一样 所以当路克斯提到他弟弟时 叶甲才会有情感上的波动 为了说服叶甲 路克斯将自己的悲惨经历讲述了一遍 叶甲听后简直不敢相信 路克斯竟然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 从而选择毁灭帝国 与此同时 控制式的人偶启动了最终命令 30秒后 聚兵将发生一枚终极炸弹 其威力足以炸毁整个王都 当道技时还剩下最后一秒时 叶甲背叛了海茨 一刀就破坏了戏 终止了聚兵的命令 此时的海茨还不死心 曹丽夏发起了攻击 使出了浑身的力气 虽然击败了丽夏 可等着他的将会是路克斯的一招暴时 在干掉海茨的同事迅速将公主救下 战斗结束后 新王国迎来的建国纪念日 陛下公主身穿红色长裙 向民众宣布了自己的歧视 演讲结束后 陛下本想跟路克斯说点悄悄话 结果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妹子们都围了过来 每个人都在打路克斯的主意 该翻到此就完结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陪伴